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邊是高雄市左營區 我現在前面這條路叫做石建路 這個石建路跟那邊是京校路交叉口 再直走下去會跟左營大路相交叉 然後這邊右轉就是以前的所謂西林街 也就是上海街 然後街上去叫西林街 然後這個地方轉過來 這邊有個學校 這邊這個學校叫做利德國中 這個學校看起來很漂亮 綠化各方面都很美好 它的操場不是很大 是因為它的操場 它要上體育課的時候 可以到那邊海軍運動場去上 所以這個學校是一個非常優雅的環境 那我今天跟各位介紹就是滄海桑田 我是吳宗成在這邊 1955年民國14年就在左營出生的 然後我以前讀的明德國校 這個位置我今天要講這個位置的滄海桑田的變化 這個後面就是利德國中 利德國中的後面就是明德國校 以前沒有利德國中之前只有明德國校 而明德國校的校園是在這個利德國中的後方 現在利德國中以前是一塊什麼地方 我就要講這個故事 在民國六十 在民國六十三年以前 這個地方是一片荒地 一片荒地 在民國五十三十幾年一直到民國五十多年前 這個地方是在明德國校的外圍 我們上明德國校要從這個地方繞過去 讓那邊走 或者是從這邊直接斜的被人走出一條路來了 如果下雨天的話地滑就不能從這邊走 只要繞著旁邊走 有柏油馬路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以前是海軍 這個所謂的海軍大院 就是眷村這個部分的 所有的這個眷區裡面的那些垃圾的堆積場就在這裡 一直到民國六十三年的時候 這個地方改建 改建成一個二十五公尺乘五十公尺的標準游泳池在這裡 就是這個校門口位置 入口就是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上Google去搜這個電子地圖的時候 你看到衛星拍照的時候 他拍照的時候 這個照片上面還有一個長方形的一個痕跡 他沒有這個學校了 他就在這個位置有一個長方形的痕跡 那長方形的痕跡就是游泳池被填平以後 他從空照圖上還可以看得到 因為那個是一個標準池 就是在現在這個位置 這個校舍這個位置 那這就是游泳池的大門 然後換期間上面就是一個標準池 那池子原來是海軍第一軍區的那個一個單位在主管的 他沒有由那個體育中心來管 而是由這個第一軍區 那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沿著這個海平路 海平路就是以前的大水溝 沿著這個地方以前有一條小路 一路走到底 現在那個樹都還在 那個傑東樹 傑東樹還在 這傑東樹都是很老的老樹 以前就有 以前這邊有一條洋長鳥道 一直到那個後面去到那個 現在立德國中的停車場那個地方 這個建築後面有一個停車場 機車的那個停車場 那個地方以前是海光 海光京劇隊的那個培訓單位叫小海光 就是在那個地方訓練 之前還有還有人住在那裡 現在已經全部搬天空了 已經騰空 這個地方全部都屬於立德國中的校地了 剛剛講的這個以前在 我在讀這個明德國小的時候 每天都要經過這裡 從這個地方穿過去 這個地方就是一片垃圾場 有的人說這邊以前是墳場 不是的 那個還有 這隔了一個水溝 旁邊蓋了一個中山堂 中山堂會蓋在這個軍人 就是眷村跟這個 軍區跟這個 海軍大院跟這個老百姓的 中間的位置的原因 當時桂永青當總指令的時候 他就是希望說軍民可以都可以共用這個 共享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當時很豪華的一個電影院 一個演藝廳 可以這樣講 多功能演藝廳 當然海軍用的最多 但後來因為當時老百姓的水平還沒 那個經濟水平還沒達到 所以沒有開放幾次 大部分都是屬於海軍 本軍軍人跟那個軍艦 就是所謂大陸所謂軍屬在使用 這就是這個地方的滄海商田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故事的話 你以為說這個地方就是立德國中 就不是這樣子 那立德國中之前它是一個游泳池 游泳池之前它是一個垃圾堆積場 然後在那個角落 就那個路的轉角那個地方 以前是一個做煤球的 打煤球的 就是在垃圾堆積場的這個角落 這邊是做煤球的 煤球現在大陸還在用 韓國也在用 世界上少數幾個國家在用 台灣已經沒有了 沒有人會沒有人在用煤球了 就在這個地方 是一個做煤球的 我們以前小時候 每次上學放學的時候 沒事就會跑到這邊去看 因為那時候很少看到有工廠 這裡就在這個轉角的位置 我手指的那個位置就在這裡 做煤球的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地方的故事 你必須要找到這個地方的人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